雜货店是部落族人凝聚化家常的地方 话题从政治到家庭事务都能聊 但随着疫情严峻 族人担忧群聚造成的染疫风险 只好乖乖待在家里避免染疫 而以下热闹喧哗的商店也变得冷清 以前还没有疫情的时候都来这边 买一点东西要顺便聊天 疫情开始后就很少人出来 他们也不敢出来买东西都在家里 不仅如此 训练歌喉的部落卡拉OK 因疫情暂时停业 消遣活动没了 也连带影响族人经济收入 只能立谋其他工作来为生 还有猎人因风山关系 无法进行前往山林狩猎 这个也是一点点的收入 但是卡拉OK没有办法开 我们就只能过那个去打零工 看谁要歌潮 你就会去参加 不然我们也没有办法生存 我上次是没有听到里长广播 但我就直接冲进去 所以我们都不能随便进出 那也是希望说大家都好好待在家里 疫情不仅打破城市里的安宁 远乡部落作息也受到影响 主任表示会全力配合防疫 盼疫情尽早落幕 还给大家平静生活 远时新闻古顺乌流 新北乌来台东安硕采访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